臺北市身心障礙者巡述運動資料傳的記者會 從108年開始我們就舉辦了專屬於腎臟者的運動課程 當然影片裡面就是他有強調水中運動 我想這是首創的 他們也走進各個運動中心跟活動中心去開辦課程 從108年到現在三年來 今天算是一個三年成果的記者會 已經累積了3700個人次 不過最重要的不是最愛自己運動 所以課程結束以後他養成自動自發自己愛好運動的習慣 這比較重要 因為運動生活是一輩子的 不是只有有教練來的時候 我們今年還推出很多新的戶外運動體驗課程 包括手搖車、輪椅網球、市場盲人的路考等運動課程 重要就是我們要不僅保障身上朋友的運動權力 事實上我們在建立一個對每一個人都友善的環境 這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我們希望說我們台北是一個友善的共融城市 好 那我去看看你們今天的成果 來檢查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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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檢查一下